九指火 水晶陣 再加上黃水龍珠 火生土 想發財都爛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資訊 請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這個小鈴鐺 追蹤通知 我每天會準時12點和你見面 最近到了一些很特別很美的紙晶柱 有些人問我Peter Sir 應該是怎樣用呢 紙晶大家都知道 還有粉晶也是 一般來說 它裏面有很多礦物 很少說是通透的 這個通透的程度 不僅是透透的 而且有彩虹 不同的角度都能衍生到一些彩虹 你看到那些閃光的彩虹 像這些大的 小的 像小的柱 也有彩虹 看到嗎 有些閃兵兵的就是彩虹 有些人會問 Peter Sir 這樣怎樣用 可以發揮到它的功能呢 當然 這麼美的紙晶柱 我們不是這樣放的 我們可以用這個 先兜兜 底下先放一些紙晶碎 然後將這個紙晶水晶放上去 為什麼要這樣做 大家知道嗎 因為九運已經到了 正常是九指火 九指火 紫色是屬於火的 你放在這裏可以幫到一些工作 例如做一些美麗的工作 例如美容 或是髮型屋 或者是娛樂界的藝人 這個是非常之適合 好了 你放在這裏 我們會加一些東西 這是黃水龍珠 加上去 為什麼要加上去呢 黃水龍珠是代表財運 這個陣是甚麼 這個陣是幫你 客員 人員 客人也會帶財運給你 也可以顯化財 所以這個陣 如果你放在這裏 是非常之適合你的工作 所以看看這個紙水晶 看看哪個有緣的人可以得到它